就是你们二位刚才说的 人们心中的这种高等学府啊 北大精神什么 那个完全不是今天的北大 那个都是过去这种虚幻的一种东西 那么今天北大 所以这可能也解释为什么 就是这位校长他在公开信 道歉信中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质疑和焦虑不能创造价值 这个让很多人去质疑他这句话 因为就觉得非常非常吃惊 你作为北大的校长 居然说这种话 您怎么看呢 就这句话呢 跟他们亚制这个月薪啊 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思路 就亚制月薪呢 是不能让学生走向学潮 所以呢是一个维稳心态 你说看全世界哪一个大学校长 会有维稳心态的 在这个学生运动当中 传统上大学校长是跟学生站在一起的 现在呢大学校长呢 站到了政府这边 要帮助政府来维稳 而且还没有什么动向的时候就已经 在思考学生有一个女生 要求这个一点点要求 这个跟维稳离得很远的时候 他们已经非常紧张了 它已经开始维稳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不仅是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 你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找不到的 因为当年你说武士运动也好 这个那个时候 其实校长是站在学生这边的 就是这个当学生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属于我们讲起来的话中华民族走了个弯路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北大呢也没有能够逃离这个魔咒 那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个焦虑呢 实际上他讲焦虑和这个质疑不能够创造价值 这个就是属于典型的共产党维稳思维 就是说他不容易任何质疑的思想 但是大学的生命力创造力就在于质疑 所以你看好其他的大学 你像美国大学 他讲的就是 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危机感 就是要不停的质疑 只有质疑才能够创造出新世未来 如果没有质疑的话 那么就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创造出来 接受所有现有的 对 所以呢 他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他这个换句话说 就是说为什么说 现在讲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啊 这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能够质疑 你没有焦虑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危机感 没有危机感以后呢 你就要做什么呢 就是按照 他后面其实还是有的 要正面 要正面的去 去跟着共产党的路线走 那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当你没有质疑的时候 当你没有焦虑的时候 那你就只能去操别人东西 这就是实际上 你让北大的精神 最终呢就是他要想成为 让北大成为的是 包括全国的学校 要成为的是那种就是专门山寨别人的东西 那个不需要质疑 山寨就是别人有了 我就抄就行了 所以不需要质疑 你不就是想培养这样的人吗 那么实际上跟中共的整个教育方针是一致的 中共建政以后办教育 他就不是为了培养独立 独立人格的人 是为了培养工匠 就是所谓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工匠 只是这样的人而已 其实是 对就是说 本身的话呢 当然就是他这个他是个理工出身的这个 他是学化学的 那么北大实际上在我们心目中 人文这个东西应该是更强的 历史上都是人文的人在做校长 那么他是个这个理工的 那么他这个可能是蛮符合中共之间的就是只希望你谈 这个GDP不希望你谈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呢 他这个感觉就是说 价值我就 就当这个价值概念 我是要反复这个在琢磨 他到底说这个价值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呢 因为他这个价值也许就是中共想说的那个GDP那个概念 但是事实上呢 你宏观的看人类历史的时候呢 比如说呢 像这个月薪这个小女孩 他在寻求这个真理的过程中 他在匡扶某种意义上的正义 这种正义是不是也是一种价值 就是说呢 当你质疑当年这个北大对于这个沈阳这个教授的处理的过程 你希望寻求真理的时候 当你这个运用你的质疑去创造一些 就是扶植一些正义 恢复一些真相的时候 在我看来的话呢 在常规来说的话呢 他也是一种价值 或者把不正的方式纠正 纠正过来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你脱开中共唯物主义的概念之后呢 我某种意义上讲 匡复正义 恢复真理 这就是一种价值 这是人类在整个几千年来的探索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有人说焦虑和质疑本身就有价值 对 是这样子 对 所以说到这个 我正想问一下 杰森就刚才你们说到这个 就是理工科文科 有人就说 说中兴事件让中国人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中国理工科不行 连芯片都造不出来 对 然后北大校长读错字呢 大家觉得 哎呀 中国文科原来也不行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 我不知道介绍你怎么看 其实这真的是 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吧 我在美国拿的是工程 这个理工科的这个学位 但是呢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 他叫PhD 有人问我 PhD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哲学博士 没错 对 就是哲学博士 就是说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呢 这是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他就是说呢 当你不管是在理科 还是这个工程学上 你有建树的时候呢 你得有一定的哲学思想 就是说呢 你不简简单单的就是个工匠 就是说呢 我这么搓刀 我用那么用搓刀 不是的 你得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呢 在这个 你对这个世界或者社会的运作 有一定的理解的时候呢 你去做 你要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 你看西方的一些这个 最新的这种技术的突破 它事实上是 某种上讲 它是有一种这种哲学概念在里头的 这种东西的话呢 它是跟人文是紧密相关的 有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单纯死做技术的人 他的技术总是比较有限的 而真正能在一个领域 有开创性的这种思想的人 他往往在哲学层面是有思想的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在中国这个概念上 大家就中共只想让你搞技术 不想让你在这个 就是技术领域之外的 就好像你在一个层面上 亦步亦趋 有更宏观的思想 但是中国的技术总是在模仿别人 在模仿的过程中出现了 比如说 人家这边有苹果 我们能把这个手里做得很便宜 便宜 也除了小米 能用价钱给人打架 但是事实上呢 这种完全创新的 创造出这种游戏 让全世界跟随的东西 中国没有 其实不是中国人不聪明 事实上是中国 在更需要你更宏观思考 这种在哲学层面 在世界观这个层面 有更多的创新 更多思考的这个部分 是被制约住的 所以说呢 中国的技术的发展 说是中国无芯 芯片的芯 其实呢 是有中国技术方面之外的这种 就是宏观的这种 哲学层面的思考不足有这个原因